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中也带领伊斯列百姓时他们发誓言 结果许多人被火蛇咬死 后来他们悔改向摩西求助 摩西向神祷告 神说你制造一条铜蛇挂在钢子上 凡被咬的一望这个蛇就必得火 神不是吐弃火蛇乃是赤下能力 即使火蛇把人咬伤 他们也能胜过蛇毒 摩西制造铜蛇挂在钢子上 只要被火蛇咬的人仰望他 使人胜过蛇毒的恩典就降临在他们身上 你看这个故事真的很有意思 这故事告诉我们说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现在的时代 所以我们也要明白 这个摩西哪就这个干 极其是什么意思呢 这故事记下 某一天呢 伊斯列的知名教法师尼格蒂姆来找耶稣 耶稣对他说 摩西在旷野怎么样挤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挤起来 叫一些信他的得永生 在耶汉福音第三章十四节 人子也必照样被挤起来 叫一些信他的得永生 耶稣的意思呢 自从亚当被蛇咬伤 他的后裔也都被蛇咬伤 而中毒中什么毒呢 那就是罪 人的罪污秽病贫穷失败 咒诅痛苦死亡的毒 世界上的人因为中了魔鬼的毒 使得生命被偷窃杀害及损坏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怎么样解毒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迫切祷告 主啊求你吐弃罪恶 吐弃魔鬼 一切的误会和思数 吐弃疾病咒诅 贫穷死亡和硬间的钱品 这些不但不会消失 反而会存留在世世代代 要怎么办呢 我们要克服 很多人都认为 我不杀人 放火 骗人 我不信耶稣 我也是很好的啊 不行 我们要像摩西在旷野里面 火蛇在旷野中四处的横行咬人 为了克服胜过他 摩西制造了一条铜蛇 挂在肝子上 凡养旺的人都要得益子 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疾病这么凶狠 来到了这个世界 而不是印度尼西亚 而是世界 耶稣说 为了要怎么 吐弃这个魔鬼的毒树 他亲自上了十字架 即使把魔鬼钉在十字架上 吐弃他的毒树 如今 凡 每一个人 凡是仰望主耶稣的人 神便赐给他们 吐弃魔鬼毒树的力量 所以 宝血的恩典 这十字架 散发出来 就算我们遭遇着魔鬼的咬伤 体内充满罪的毒树 论为罪的奴仆 但只要抬头仰望 耶稣的十字架 祈求基督的恩典 因着他保险的大人 神将罪得生免 公义和荣耀的恩典 浇灌在我们身上 吐弃体内所有的罪恶的毒树 这个就是为什么人家说 牧师啊 我信的耶稣 能够被改变吗 我说百分之百的能够 虽然世上的罪恶满影 但在我们满有恩典 能够蒙神饶鼠 过公义和得胜的承诺 只要仰望耶稣 就能胜过罪恶 在伊佛所书第一章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信主的人 都好像被魔鬼扶住这样子 我们的坏习惯 我们的性格 我们的一切思想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来到主的面前 求主 饶恕我们 这个今天我们看到 在西班牙 整个人跪下来祷告 在意大利 全部人祷告 求主耶稣帮助他们 让这个疾病赶快的离开他们 为什么呢 他们领悟到了 现在他们不能够 他们只要仰望神 仰望十字架 仰望耶稣的宝血 唯有耶稣的宝血 能够救我们人类 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 接受耶稣吧 耶稣很疼你 耶稣很爱你 如果你是基督徒 这些年来你很懒惰祷告 没有读圣经 让我们在这个困难的环境中 恐惧的时机呢 我们要想到 主啊 我需要你 我要你陪伴着我 我要仰望你的十字架 你的宝血 可以救出我 唯有你是世界的光 唯有你是世界的盼望 好 我们去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的话语 我们要仰望十字架 因为我们知道 仰望十字架 就有救赎 仰望十字架 就有神级 仰望十字架 我们的疾病可以得医治 我们要为得到这个 新冠肺炎的 这个疾病的朋友们 弟兄姊妹们 求你的圣灵 怜悯他们 医治他们 保护他们 我将他们可以潜移 那我们再次为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总统 我们的领袖祷告 希望你给他们智慧 让他们可以帮助 这个国家 让我们过去 国太平安 还有主啊 我们要为医生 父士们祷告 还有那个博士们 在研究 这个疾病的这个药物 主啊 给他们智慧 帮助他们 我们感谢你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相信主 一定随听 我们祷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永福的 哈利路亚